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马总统即将成为第二入坚的一个总统 导致的包括总统府跟国民党中央党部是连夜进行反驳 党包括了总统府在强力反夺背后代表都已经澄清了吗 我们应该怎么看 马跟扁的命运扁在昨天出狱了 有人说民进党即将会形成两个太阳 这个情势怎么看 而昨天这个姚老师在我们现场当中在分析国民党的态势 他形容的是国民党已经是多方贪方当中 但是我们要看的是明天这样的一个事情会形成什么样 两股火车对撞吗 那么你听见姚老师也特别提到 马卸任之前急于出清存货 到底这是不是顶心的翻版 现在在台湾马政权在卸任之前 在交接之前 是不是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顶心们急于排队 为什么这么说呢 101的事故被认为可能是不行了 是不可行的 背后的一个资金 背后的一个外资的一个背景 被认为是不可行 但是姚老师行不通之后 另外一个地标高铁也即将要出售给新集团 而且要特别注意的是 一出售之后就开放特许 允许特许 40年哦 观众朋友40年的时间哦 等于说我们要帮我们子孙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现在交通部长关键性人物来自于叶匡石 他说高铁面临到破产 改善财务状况 真的像交通部长叶匡石所讲的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吗 明天交通部再度到立法院进行高铁的裁改的方案 争取立委的支持 但是民进党中央已经投下震撼弹 公开表对 那么公开表态去反对这种财务 不透明的裁改方案 凉链火车即将会对撞吗 人民应该怎么看 当然我们另外要看的是检视科批 好 为什么先从马总统呢 他是谁呢 他是前总统府的侍卫长 翘班 跑趴 你知道吗 这些事实是怎么来的 马总统派了狗仔队进行调查 那为什么我稍后来播放这个VCR 因为柯P的新政爆发了反弹 这个阻力来自于因为要局处首长把行传登陆来公开 包括民意代表 不管是官说跟请托通通都要登陆 引发了反弹的同时 有人说是违反了隐私 违反了自由 柯P真的错了吗 还是议员不对呢 人民应该怎么看 是议员的抱怨到底有没有道理 还是柯P真的要仿造 要学学马总统派狗仔 来监控自己的局处首长 监控自己的幕僚呢 到底柯P跟这些局处首长 柯P跟这些市议员是维持什么样的关系 来这些议题 我们邀请到这几位关键性来宾 一一来为您进行检视 来首先为您介绍 这是文化大学新管系教授姚立民老师 来到我们现在 姚老师晚安 大家好 好继续欢迎亲民党的副民事长刘文雄大哥 大家好 前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杨石秋 小军大家平安喜乐 好带来第一首消息 包括了资深媒体人周一寇 大家好 东吴大学中立系副教授许永明老师 主持人大家好 来欢迎立法院陈其迈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王定宇 小军大家好 来看短短的一分钟 来看最新发展 等了六年又四十天 终于回家了 前总统陈水扁 踏进高雄住家 扁妈早就坐在沙发上等 母子两人深深的一个拥抱 激动到说不出话 一家人总算团圆 重回住家共享天伦之乐 儿子媳妇随时在侧 阿扁总统走路摇摇晃晃 拄着拐杖 缓慢向前 依依跟亲友问候 媳妇王锐静贴心跟在旁边 不时扶着她的手 就怕她站不稳 一家人开心的和亲友聊天 最后在大家的目送下上楼 就是有人告诉我说 这个他累积的这个捐款金额 有到十亿的数字 新台湾人基金会是马总统在 1998年参选台北市长 拿到的辅助款2000多万所成立 号称只做公益 但周一扣质疑基金会挂羊头 卖狗肉 承取献款的人形容 马英九总统的竞选总部 有一个小金库 里面都是现金 他们是拿小推车 去翻他们的电视托拨费 那电视台在开出的发票当中呢 开给的对象 不是马英九竞选总部 而是人头 或者是基金会 他应该了得 勇敢地自我了断 陈志辉与马总统之所禁退 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 一篇给马总统的岁末夜雨 指使他卸任后 可能会吃老饭 他真的会入狱 他只要有申报不实 他的青年人 这招牌 增结牌坊 就挖断了 他说他没有收到卫家的嫌疑 周一扣说他明明亲自 是他说的 我才不相信 卫家当什么后院会的副总会长吧 他出力 当然更出钱 副总会长哪里有不出钱的 我请教Coco姐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指控 当然重点是 中间的捐献 有没有对交关系 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 最近由于马英九总统的 政府跟鼎兴集团之间 非常不合逻辑 也不合情理的这种门神关系 虽然马英九总统相关的人 在那边喊冤 澄清半天 可是他的疑云跟遗物 是更深重 所以我就收到非常多的相关讯息 最新的一个切入点 那就是电视台的高层的负责人 他们说 在马英九总统的竞选的最后的阶段 他都会下电视脱播广告 那下那个脱播单 到最后阶段 选举人都知道 都要付现款 否则电视台也不帮你播广告 那电视台的相关的人员 他们到了最后 就一手交钱 一手交脱播单 他们都是直接就开车 还带着小推车 跑到马英九总统的 竞选总部的房间里去领钱 这个是电视台负责人讲的 说那些去领钱的人说 进了一个小金库 里面就搬钱 一次都是搬一千万 两千万出来 对不对 那就搬走了 那后来呢 我就问了 那你搬钱之后 那个电视台开的发票 是开给谁呢 因为脱播的是 马英九竞选总部嘛 那对方是说 他开的发票 不完全都是 马英九竞选总部 有所谓人头 这是对方的说法 这引号有人头 那什么人头呢 人头有的时候是公司吧 另外呢 还有基金会 那就是说 那后来我就觉得 怎么会有基金会 那就去查 马英九总统 不是有两个基金会吗 新台湾人基金会 跟多安基金会 那我就问一个律师 那如果新台湾人 或是多安基金会 他帮这个 马英九总统的 竞选总部 去付广告费的话 算不算违法 那对方说 因为新台湾人基金会 跟多安基金会的 成立的目的 它是有宗旨的 那有人捐款 捐到他那边去 那他也可以去捐助别人 但是不能帮政治人物 做竞选 也就是说 他不能捐款 给政治人物 做选举经费 那因此 我认为 这是一个很好的线索啊 所以我也在昨天呢 提供给特征组的 这个 我的 相关的 补的这个文件 跟说明当中 也请我的律师 还有我自己也签字了 就再交给了 林宗志检察官 这是我要负责的 那我当然有把 这个电台负责人 是谁啊 把他这个 交给检察官 希望他能够查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有这个司法界人士 就跟我说 他听到我讲 这个线索 他说 这个是一个 非常好的线索啊 你可以继续查下去 那继续查下去呢 我再请教另外一位的 这个了解 马英九总统 他的管账的 所谓的账房啊 其实 大家都知道 这个账房是谁了 那核心类人士都知道 可能马英九总统的 政府里面 有两个账房啊 那 那他们的处理 这个金钱呢 跟基金会是什么关系呢 那 有一个这个 消息来源 就告诉我说 基金会创立的时候的 本金是2000万嘛 像新台湾人 可是他中间呢 有捐款进去 那 也有出去 那 捐款进去 捐款出去 那这个 马英九总统的 这个基金会 就变成一个水库啊 所以这个水库呢 进水出水 其实账目一公布 就知道 谁捐款给你的 那有些人不是 又没捐到国民党 又没捐到这个 马英九的 选举经费里啊 你知道他们是 清清白白 国民党跟这个 马英九总统本人都说 不管是合法的 或说 现金法以外的 关于鼎星集团呢 都一毛钱没收 除了我们大家 他特别讲没有捐给国民党 对国民党跟马英九总统 跟马英九总统 那所以另外一个线索 就去查啊 就帮忙我查 可能捐到基金会 这是一个线索 可能捐到基金会 那基金会为什么有 这么多的这个 来来往往累积下来的 所以多少基金人 捐给基金会 都是合法的吗 那要看情况 基金会可以捐正现 可以捐什么 政治现金基金会可以捐 但他上限是50万 政治现金 捐给特定的一个人 那当然这个 其实新台湾基金会 比这个东安基金会早成立 他是马英九总统 他在台北市长的时候 第一次选上 98年选上以后 他用当时的补助款 就成立了 1999年成立的 之后新台湾基金会 就变成了他的一个 竞选的外围组织嘛 那在高雄啊 有高郎教授 帮他这个成立什么 这个很多的青年营啊 然后找人去演讲啊 付很多稿费啊 付很多演讲费啊 这些都 都是历历在目的啊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各界 正媒界有这样的一个传闻 甚至于电视台负责人 都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我就当然要公开喊话 因为你跟马英九总统 也没什么私下管道 因为你 我现在发现 我透过信任管道 传的东西 都到不了他们那边 全部都给你否认掉 那我只好公开说了 那人家是说 你累计出来的这个 所收取的这些捐款啊 从99年到现在 已经有多少年 15年的时间呢 这个是新台湾基金会 后来林百里成立了 一个敦安基金会 这也是跟马英九 这个总统有关的嘛 那有些企业家也捐了钱 那到底谁捐了你的钱 有哪些人捐钱 那你把这些钱 捐到基金会里边的 这些人 跟你是一个什么关系 这个难道没有一个 金钱厉害的 一个对价关系吗 所以这些种种的疑云 我认为今天马英九总统 他已经失去我们大家 对他的信赖 最后一丝信赖 我都不相信 我只要看白纸黑字 所以今天这个 我希望马英九总统 能够比照 你就比照 一个小小台北市长吧 你当元首 他动不动 你新台湾基金会 我昨天这样一执意 立刻就来把我骂一顿 他们什么事情 都先骂人 然后告人 就恼羞成怒 口出恶言 你讲十亿 他现在只有2000多万 2000万是本金嘛 不是他的那个 所捐来的钱的经费啦 那这个 就像他公布嘛 那柯P不是MG149 被骂得凑头 柯P那个也有十几年吧 对不对 所有的账目 这个姚教授最清楚了 所有账目都公布了 那如果说马英九总统 相信姚教授 那就把那个都印出来 给姚教授看看 因为MG149 有给姚教授看 那这两个基金会的 历年来的账户的收支戏目 一个健康的健全的基金会 很快就可以这个 公布给大家看的 因为你现在需要 洗清清白 你不能躲在这个声明稿啊 发言人后面 然后一点这个总统元首的规格 跟这个基本的尊严都没有 这是我的这个基本的质疑 那第二呢 今天这个罗志强 终于在大家的这个质疑之下 据了解了 说是明天有周刊要报道 但是今天早上 美丽岛电子报 因为今天早上 美丽岛电子报 吴子佳这边 吴子佳先生 是总统府的发言人士 他提出了 我们今天早上去问了 因为我在节目讲过很多次 其实陈其邁维也提过 但是他没讲名字 他说马英九总统不是承认 他在总统府接见魏英行吗 他说魏英行是去报告 主促的这个整修跟公司状况 结果他下面就没了 没了之后 但是他回骂那个斯明德那一块 说他跟魏家一点 这个不正常关系都没有 那事实上在这之前 陈其邁就讲过 我也讲过 陈其邁说 哎你派了谁去拜年啊 那我就公开已经讲了 你派了罗志强去拜年啊 因为在现场的人告诉我 罗志强出现在魏家的主措 他的家乡 就是大年初一哦 的时候哇简直是震惊 这个乡里啊 他还是认为 这个就是一个第一号红艇商人 所以我认为 这就是实质影响力的来源嘛 那昨天我们也讲了 结果总统府就是不肯回应 所以今天早上呢 所以乌子佳就问了 我们的媒体打电子班 因为我是专栏的撰稿者 所以乌子佳董事长 他就提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问 总统 你为什么派罗志强去这个魏家 为何指派 实任总统府副民事长 罗志强 前往彰化魏家家乡去拜年 第二个就是讲到 他的那个基金会的问题 基金会他就叫 新台湾基金会 就在他的网页上回答一个 说他的本金是2000万 那你其他的捐款呢 所以乌子佳在问 东安基金会 跟新台湾人文叫基金会 历来接受外界捐款 总计累积金额 据传已达近10亿 实行如何 请问马总统愿意下令公布 两个基金会历年的账户 收支账目以朝公信吗 对那但是这个他还没有回答 总统府没有回答 关于罗志强的部分呢 总统府也没回答 突然呢就由罗志强呢 就发了一个新闻稿 给非常友善的联合新闻网 然后就就说 跟点心互动的事实 大家来评论一下好了 他承认了我对他的过去的 这些质疑 第一个就是他跟 魏英娇有见面有参序哦 而且他介入101的经营权的 这个替魏家巩固101的经营权 因为那个时候魏英娇要找他吃饭 然后希望能够 副董事长兼执行长 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在今天以前 他是否认的 而且他还在脸书上面 把我骂的臭头记不记得 还说我是什么五妖怪啊等等 这些都已经是往事了 这个不太追究 养套杀 对还养套杀 那第二呢 就是说他讲到了 他确实他有去 这个魏家拜年 但是 他的 他后面这一段话 你来念比较好 因为我念了以后 我就会小小生气 觉得这些人怎么老爱说话 这是在UDN的即时新闻 罗志强说跟鼎星互动四次 再无往来了 我们看到导演的部分 他跟鼎星人士在2013年 总共四次互动 之后没有往来 等于在前年的部分 那对于持续关注 罗志强跟鼎星呢 罗志强接受访问时 他说鼎星魏家到总统府败会 总统马英九 非他安排 他只是单纯的陪见 他说呢 曾经跟鼎星魏英娇 参序两次 席间呢 魏英娇曾经提起台北金融大楼 股份有限公司 101董事长宋文琦 经营理念的摩擦 OK 注意看哦 两次魏英娇 提到101经营的摩擦 罗志强说 他曾经应魏英娇 邀请在春节时 去魏家彰化县的鼓措 参加公开活动 不过呢 他说跟魏英娇 会面及参加鼓措活动 都不是马总统指示的 他说啊 我从不否认 我跟企业界互动 包括鼎星跟宋文琦 他说如果批评他 根本不该跟企业界 有任何活动 他接受 不过呢 他说 不和企业界互动 也可骂他 关闭言论 闭门造居 不管要怎么 怎么怎么怎么攀 不能说 我有和企业界互动 就变成我拿政治现金 或帮企业关说 好像听起来 他逻辑是通的 我没讲他拿政治现金 我也没讲他关说 我讲他不当行为 就是门神 所以呢 所以 马英九总统 你认为这样的一个声明 你就可以切割了吗 马英九总统 你就是鼎星集团的门神 今年你的前任的总统府 副秘书长罗志强承认了 下面还有谁会承认呢 这个案子的本身 我认为马英九总统的自处自导 还是自己召开一个记者会 把所有的事实 全部攻诸大众 接受各界的检验 道歉 我愿意相信 他拿的选举经费 没有放在口袋里的资源提说 这是我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或许我不代表公众的检验 但是司法的层面 特征组在查 那我们就去相信特征组 也希望特征组能够查 可是从去年的 一周刊10月16号 写到了 魏颖行到总统府去见总统 一直到现在 他们像切香肠一样 像这个 用不吐食的方式 你问到哪里 答到哪里 问到哪里 答到哪里 一直到今天 才做了一个稍微完整的答话 你相信他把所有的真相 都全盘拖出了吗 我不相信 我不知道在场的其他人士 是什么样的看法 我对马英九总统跟他的团队 现在毫无信赖 所有的事情都请你 公诸大众 马英九总统 陈宝基 是不是你指派的 那一天 罗志强说 魏颖行去拜会 不是他安排的 换句话讲 除了罗志强 还有小门神 小门神是谁 谁安排的 你的办公室主任是谁 谁打电话 叫你的办公室主任 去安排魏颖行 到你的总统府 去来向你报告 他的组错的整修 一个总统跟一个企业家的 组错的整修的关系 这么密切 这是谁安排的 今天罗志强有放了伏笔 而且罗志强的 他的正式承认 他跟四次跟顶星位家 互动 有互动的 新闻稿中 有非常多的陷阱 其中的一个陷阱 就是这个活动 魏颖行进总统府 这件事 不是我安排的 各位你再回顾到 一周刊 在去年10月16号 666期登出来的时候 说总统 才是顶星的 大门神的时候 我们当时就说 为什么会有人 透露出了 这么这么的 内幕的消息 给一周刊 为什么 那个是要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给 马英九总统的 一个做法 这是知晓内情的人 那有人认为是顶星 也有人认为是周边的这些 牵涉到顶星集团的 所谓门神关系的政府官员 但是不管怎样 第一个门神 这个是小门神 小咖门神 已经承认了 所以在马英九总统 他成为顶星集团 大门神的 这个整个的一个大肉粽当中 还有好多人 慢慢的就会吐石 请马英九总统 你的发言人 还有你的总统府的发言人士 来说明罗志强说的 安排魏银行进总统府的 不是他 那是谁 请你公布 来 施老师 可是我觉得一年见四次 而且这个位置是 总统府的副秘书长 我觉得罗志强这个说明 完全没有解释清楚东西 反而让人家觉得说 他跟顶星的关系真的很密切 小云那个报道里面还讲一个 他有跟宋文奇见面 是 也就是说魏银行跟他抱怨 101经营权的摩擦 什么摩擦 很简单 因为他们家是副总 他是副董事长 可是他们家是兼总经理 那时候派了宋文奇 接董事长以后 宋文奇想要怎样 自己指派总经理 所以这是经营权的摩擦 所以魏银行找 谁 罗志强谈 罗志强又找宋文奇谈 我们这边很多政治人物 这叫什么 这叫乔事情 然后又讲什么 我做这些事情 马总统完全不知道 小云我觉得马总统如果知道 还真的比较好 如果马总统不知道这个事情 101经营权的事情怎么瞧 那你罗志强在中间扮演什么角色 见面四次 我现在看完以后我就觉得说 柯文哲那个真的是比较好 徐处长跟谁吃饭 不是要登陆吗 登陆做什么东西 马总统你现在看到 罗志强这个新闻稿 你要不要出来讲说 那四次到底你知不知道 我相信过年的时候去 他搞不好知道 搞不好是马总统派他去的 可是之后去瞧101经营权的事情的时候 你马云九不知道吗 罗哉你今天讲马云九不知道 是要去证明马云九跟魏佳没关系 还是要去证明说 马云九是婚庸无能 我在瞧这些事情 我要讲 这是在政治上瞧事情 用总统府副秘书长的位置来瞧这事情 101经营权会找立委谈吗 我们这边有立委 立委可以管到这个事情吗 这个事情不是总统府才可以做的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越来越清楚 第二个 小云讲新台湾人文教基金会 对 讲的不是说你现在有多少钱 而是过去几年选举的时候 有没有钱是透过你的基金会 我不要说洗钱 透过你的基金会在那边捐款 在那边付出来 各位看 他的所谓董事长 张成他 这些很多是他以前 在台北市政府 马云九在台北市政府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很熟 董事里面有个人叫胡定武 有胡定武 我不太清楚 胡定武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 国民党出来说是 98年到102年 完全没有顶薪的捐款到国民党跟马云竞选总部 对 那我想请问台湾人文教基金会出来讲 那有没有到文教基金会这边来的 顶薪的捐款有没有来这里 因为刚刚Coco姐怀疑是说 在很多的竞选经费是用人头 这里头是不是有所谓的人头 然后包括基金会的名义来开出收据 因为我们要问的是金流 不是说你现在基金会还有多少本金 我们要问的是过去几年里面 基金会有没有涉入选举的事情 基金会可以捐给 刚才议员讲清楚 可以捐给候选是多少 50万 可是如果基金会去拖播广告 我没有说这是跟候选有关系的 可是我跟电视公司这些行为 这有限制吗 这没有限制 这可以查账的 基金会每年都要跟政府报账的 这是可以查 我意思是说如果真的马政府 或马总统觉得没有问题 真的应该是今天晚上 所有基金会账户就贴在基金会外面外墙 让周一寇去查 让周一寇去把它看清楚 我觉得这些事情之前 罗志祥是讲跟底薪没有关系 后来讲说我赔贱 今天出来说总统府派我去古厨拜年 今天又出来什么 四次见面 我不太清楚明天一周刊出来会讲 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没有钱的关系 所以姚老师 其实人民要的是一个真相 刚刚所接约出来几个层次的问题 钱从哪里来 那我就想到 其实柯文哲他不是拿到85万票吗 我记得他的选举结余款 2000多万 那这个选举结余款 以马总统来讲 他的一个基金会 如果有将近10亿元 大家人民会想 你钱到底从哪里来 又流到哪里去 刚刚也有讲罗志强的部分 大家当然怀疑说 那你到底是不是扮演 马总统一个特使 这个里头的背后 都让人民在怀疑的是 你透过一篇一篇的新闻稿 代表这个就是真相吗 就算是澄清吗 能不能真的坦然的去接受调查了 杨老师怎么看 这一点我是觉得 恐怕罗志强还没讲清楚 而且他之所以这个时候自己讲出来 应该是因为他的特征主必须要讲 那他怀疑特征主把讯息提出来 不过这点我可以跟罗志强说得很明白 在罗志强进特征主以前 大家都知道你已经到了彰化 去顶星的组错 这个其实跟你特征主露出消息来 其实是没关的 现在的重点是这样子 就说你2013年罗志强四次跟顶星互动 罗志强是2013年9月13号12号离职的 那这个问题就在于 他在职务内陪同顶星的人见马英九 那就罢了 为什么离职以后还要跟他见面 这个比较是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通常如果实施陪同 没有任何的意义的话 那离职了就不会有人约他了 因为不管是罗志强约顶星也好 顶星约罗志强也好 那我相信应该就没有互动了 那为什么还要去有互动 或是去拜年之类的 那这一点恐怕要说明的更具体 才能够适宜 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当周一寇提出很多质疑的时候 罗志强第一时间没有在脸书 把这些行程说明清楚 他是在现在具体的世界被人家知道以后才说清楚 就落实了大家的怀疑说 是不是未来还有他没有说清楚的部分 然后而且跟马银九有关 所以为什么世明德会说 叫马银九直接了当的讲之所进退了 叫他自己走人了 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啊 我觉得实在跟洪三军的时候非常类似 呼吁总统自己下台 是其实是善意的 希望不要一来不要在最后的任期 他不断的被质疑 统治正常性被挑战 然后他就做出许多不理性的事情 二来也可以保护他自己 这些都是可能的概念 我单讲一点 马银九到现在都没说 就是不恰当的 这是我过去两次提到过 应该是我在硕干年前第一次就提到了 马银九第一次选总统 大概就得了两亿多的政治 所谓的补助款 选举补助款 杨老师的确是哦 我们把它找出2008 他的补助款当时765万票 他的补助款是两亿2900多万 第一次2008 2012呢补助款也有两亿673万 各有两亿多 各有两亿多 加在一起应该将近五亿了 然后台北市长的部分有两千多万 2200多万2600多万 就说全部加在一起超过五亿了 超过五亿 可是在他们财产申报的内容 没有显示出这笔政治现金 哦 换句当时我就质疑了 因为第一次选完总统 大家都因为很支持马银九 我那时候就质疑马银九说 你的政治现金放哪去了 政治补助款 政治补助款你放哪去了 因为那个是现金提领的 你一定要摆在一个地方 然后摆在一个地方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申报 可是在他的财产申报里面 没有申报所谓新台湾人文基金会 因为基金会是一个单独的法人 他不必再马银九这里来申报 可是在你个人的财产 没有申报的意思 因为你不可能把它花掉嘛 你一定把它存在哪里嘛 或者你就把它放在一个地方 它显然没有 因为各位都知道 这个当年这个工作人才的申报法是我们国会观察基金会一手推动的 重点不在于你有多少钱 重点在于你前一次申报给一次这一次申报的差额合不合理 这么正常 我们永远看的是这个 就说你家再有钱 你有100亿申报 下一回合你变成120亿 大家都认为合理 为什么 你100亿升出来20亿 不管利息 不管股票 都有可能性 只要算得出来 可是你第一次申报的是10亿 可是你明明做的是公务员 然后你的财产还号称被信托 下一回合居然第二年度增加了1亿 我当然就要怀疑你即便不吃不喝 何来这1亿 更何况我们都知道这5亿钱到哪去了嘛 这笔钱你不能说你可以否认吴子家的10亿 你可以否认周易寇的2亿 你可以否认所有段一康等等人讲的2亿 可是这5亿是国家发给你的 请问你搁哪去了 你跟大家说一下吧 这一点恐怕我不管罗志强也好 没有人能够替替你说话的 所以单单这一点你恐怕都有说明的必要 施明德之所以今天请你 之所进退早点下来 其实也许他也许他已经知道 你是不是放到国外呀 你是不是有别的钱 跟这笔钱又大水库了 混在一起 是不是又大水库了 这些我们现在都不具体了 可是电子业捐的 顶心捐的 两次选总统捐的 是不是都大水库了 都放哪去了 这一点如果继续追查下去 恐怕有一天特征主 虽然在你任期不能传你 可是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像施明德所说的 下台那天 真的有机会啊 要作为第二个经看守所的总统 这点我们实在不乐见 因为周一口一开始就讲 他相信你处理政治现金也好 国家补助款也好 都用在政治作为上 应该都是正当来源 而有正当的去处 可是 所谓正当去处的意思 就是没有洗钱嫌疑哦 所以正当来源的意思 就是没有替人办事哦 那如果这两个一来一去 都有值得让人怀疑的地方 这个就必须要让人追下去了 因为我们不能 任由 所以罗志强我希望他能够说得更清楚一点 也就是为什么你值钱在在职的时候见了 在职后人家还要约你 这中间的转折究竟是 你不在职务上了 你也没有陪同的必要了 就可见 要不然就是前面那个陪同 稍微轻描淡写了 要不然就是后面的界面 好像没有多做说明 应该恐怕你去拜年的时候 应该不只是去拜年而已 而且还有很多事情在谈 若是如此 我的建议是不要再一次揭露一件事 挤牙钢式的说明 讲得清清楚楚 我这次在跟柯威在一起选举的时候 也就是帮他做选举的时候 我记得柯P的SOP 我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凡是有人质疑事情 大家第一时间要做的柯P建议的 后来我们就形成这个默契 什么事情呢 就是所有跟这件事情有关的 蔡碧如也好 柯文哲也好 刘如意也好 某甲某饼也好 凡事经历的人 全部做在一起 大家讲故事 把你所记得的事实 全部写下来 不能没有一点不是事 就是说你只要能想记得的 全部记下来 然后把事实确定了 我们才确定怎么对外发言 后来因为事实确定了 大家就决定不要个别发言了 一次公布全部 在墙壁上全部给你看 因为每一个人都记得一部分 然后我们把甚至于老婆 也记得一部分 老婆说我记得的部分在哪里 在哪里在哪里 那个钱是哪一部分 那干脆老婆把十几年的账单 全部拿出来 只要你有的 所以他的SOP很清楚 我也请罗志强记得这个OCSOP 第一 先不要急着回 先确认事实 他没有急着回哦 10月16号的一周三的封面 到现在才交代 显然他还有跟蛮久没有对拢的事实 先确认事实 因为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副秘书长 也有可能是总统 也有可能是秘书长 你先确认顶心的事实 然后 然后一次把所有跟顶心的事实 说明清楚 否则的话 你今天说一段 会有两个漏洞 另外一个人说一段 两个漏洞 那就万劫不复了 邵老师 像你如果这样讲故事 比如说他这边讲说 他跟顶心人士在2013年 共四次 那你们应该会对说 那2012年几次 2013年四次之后都没有 那2012年有没有 对不对 然后他说他去古处是怎样 不是马从宏指示的 那是魏家邀请你去的 可是你去大家都觉得你是钦差大臣来 因为这个2012之一的很好 可是 可是我比较觉得那不是 因为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间点 我们算一算就可以知道 那个 其实顶心正准备要 全方位的要包办一些事情 那个时间点 其实前后你稍微观察一下 我今天很仔细稍微看了一下 那几次 集中在什么样的时间点 就是说 就是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 他做了些什么事情 他想搞那个叫什么 刺激 刺激 那个刺激还在后面 中家系统 中家系统 他所有那几件重要的事情 大概都在那个前后 他所有的这些特许的权利 其实都是在2013年 魏英行进了他的总统府 做了报告 就这个时间 总统本来一开始只讲说 是做公司状况报告 那后来他回应施明德的 指责的时候呢 他加上了主促 那是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 已经讲了 他到主促派了谁 而且我讲的是罗志强 陈基麦伟 他心里说你的消息 是特论主 事实上你跟我们俩 通过这个话 一直大概已经 已经办理了前面 我早就跟这个姚教授 也私下也讲过 那他是 我们讲了主促 你派了谁去之后 他才在回应施明德的时候 承认 说魏英行 去跟他报告 这个就是在1月2号 你组成完之后 1月3号 1月2号的总统府的新闻稿 第一次在回应施明德的时候 就提到 就是说 哦 言谈间魏家提到 就是营运状况 跟彰化组错的情形 但是他还没有承认 还没有承认 他派罗志强去 对对 这里头还没有 他说并没有 请托任何事情 他说魏家乃农历年前 前总统府礼貌性的 拜会 言谈间有谈到 顶星营运现况 跟彰化组错的事情 等于说魏家有到总统府 提到顶星的营运状况 跟组错维修的情形 但是没有请托 这是第一次在 澄清这个事情 然后也有提到说 魏家跟农委会 陈宝基会面 该次会见 六个月之后 两者没有任何关联 这其实就质疑 非常久之后 总统府第一次 聚信敏仪 这是在1月2号的 总统府新闻稿 接下来就是罗志强 罗志强是 今天他报出来是因为 有人说他明天一周看 要报他 还有今天早上 因为昨天我们都已经 指出了罗志强的名字 所以有个爆炸性的内容 然后再加上今天早上 我也请总统府回 总统府你不能叫 罗志强自己一个人 跟你切割 他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都在总统府 副秘书长任内 他讲的这四次 都是副秘书长任内的事情 总统你不要以为 你可以切割掉 在2013年的这个 我刚刚讲了 是谁安排的 现在看起来 顶心为家 好了不起哦 他要进总统府 就可以进总统府 他要召唤罗志强 去他家的主措 拜年就可以 他要叫这个 陈宝基到他的 101大楼里就可以 他要台湾执行 就有市场机制决定 他要中加系统 也有市场机制决定 他要贷款 就有1300亿的总额 然后他要这个 买101就有这个市场机制 让他买股权 哎 马总统你听得进去吗 这个国家变成顶心共和国吗 光这些简单的解释 你讲那个市场机制 那个是讲到这个农特产品的 独家的平台的 这种获得 那就是更不可思议嘛 罗志强只不过是把这一件 大门绳的毛衣 拆了一个小线而已 还有其他的门绳 马英九总统 如果你真的是清白的 你今天看了罗志强这个东西 你不生气呀 要我会气死了 总统都不知情 总统府里面赶快 总统也有正风势吧 总统府 不需要查吗 现在罗志强离职了 你们就可以切割吗 总统府发言人马伟国 国民党的发言人陈以兴 你们要不要发个言 这个说他是什么 刻意抹黑啊 说他是什么 怎么有这么的赖皮的一个总统府啊 有这种国家的元首啊 我真的觉得 我跑了政治新闻三十几年 我没有见过这么的松散的 这么的漠视的 这么的这个啊 完全是无视于真相的 这种检验的一个领导团队 那我请教杨世纠大哥 如果依照目前这个态势的话 这个国家元首要面对什么样的检验 坦白讲啊 周一口小姐这几个礼拜讲的 到今天为止啊 我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 一方面很痛苦 一方面也很难堪 我必须要说在过去的八年 我跟马英九共事 我认为这个是千百的 所以我在2005年的十一月 十二月的八号 我到特征组去帮他作证 就是所谓的特别费 因为在跟他共事的八年里面 只要针对任何有问题的 跟民意代表有关的土地征收预算 我只要跟他讲 他都会照我的意思做 所以我认为他清白 是不会不容怀疑的 甚至他跟当时争议最大的 所谓台北富邦合并案 我认为有问题 但我都认为他被下面蒙蔽了 是那几个人有问题 马英九不会有问题 可是今天听到罗志强这个事情 我真的替我过去的这种信心 开始动摇 也自己感到很难堪 因为我曾经在很多的场合 替他辩护他的清白 辩护他的操守 坦白讲真的是情何以堪 心中的痛 有时候 你看出什么样端倪 你觉得跟你公司的观察不一样 最大的关键在哪里 其实刚才姚教授所提的 都还在法律上合法的 例如说他两次选举 一次两亿多 在2008年 两亿三千多万 第二次2012年两亿 其实那只要你申报合法的 那捐款是可以减 但是也可以看到 马英九这个人 我就觉得有一点点 党主席的威力就在这里 各位记不记得 你看政治现金的申报里 2012年 他收了四一四的政治现金 还差了两亿三 这差这两亿三呢 他是用国民党去补 而没有用他的所谓的选举补助款 像我上次有一次碰到水牛 游锡坤 他说他的选举补助款 要用来做什么呢 要用来做他的选举 不够的钱 他就拿去补 大部分人能够结议一个 是兼给慈善机构 那柯P他也公开了 我五百万捐给了NG49 一千万还我老爸 另外那一千万呢 他未来将来怎么做 还没公布 这个钱是他可以自由应用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刚才听到说 他在2012年 他有两亿一千万的政治结议 可是他最后差两亿三千万的补助 那个选举的不够的费用 他是由国民党党产去补 那这笔钱 我认为 如果将来查到最干净的部分 就是捐到了新台湾人基金会 这个是最干净的 那如果说他转到海外 虽然也合法 但你没有申报 也是不对 但是我就从他这几个 政治现金的使用方法 我就对他的开始有点怀疑 而罗志强这件事情 我觉得最让人家感到无法忍受的就是 你身为一个总统府的 副秘书长 你跟这个顶星 尤其是台湾的第一大台商 他跟中国大陆关系的密切程度 绝对远超过台湾 这样子身份敏感的商人 你跟他跟他走这么近 我自己在议会 我因为监督所有议员的土地征收款 我不跟任何议员应酬 我监督美和事 我不跟任何厂商往来 我监督富邦文创 我不参加所有人的私下或公开的应酬 为什么 瓜田里下 你身为一个 我在过去最信任的马总统 其实你跟顶星见面 我认为可以 有没有阵风在场 有没有全程录音录影 你要公开进得起检视的 他谈的 是可以让大家看得到的 那如果你只是记录顶星来跟我报告 坦白讲 那报告什么呢 是做某种程度利益输送 还是给你特权的开放 我认为顶星可以来做 但是就要所有的事情 如果今天总统府 那以你观察 他为什么第一时间没有说明 包括总统府也在1月2号 做巨细米的说明 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马英九的 然后罗志强也跟进 就说我见面四次 所以今天 这指已经好几个月 今天罗志强这公布 让我对马英九的操守 如果这么亲信的人 你会让他跟厂商这么密切的往来 对 我自己是一个民意代表 我都要求所有的首长 例如当捷应局机电处 招标10级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你跟任何厂商见面 因为你对总统了解 他真的不知情吗 还是他也能就是马总统的特使 如果罗志强跟你这么亲密的关系 而且在最后关键点就是 砸王金平这个计划里面 他扮演的是这么重要的角色 如果说他没有扮演 跟你有特殊密切的关系 我不太敢相信 而更重要的就是 如果顶星去拜访你的时候 那个过程当中有哪些人在场 而且有没有阵风 或者是录音录影 我觉得哈佛大学有个教授 也是跟马英九同学 哈佛大学政治伦理学教授 曾经讲过一句话 叫Daniel Thompson 他说所有的贪腐 都是来自于太多的秘密 今天马英九要证明你不是贪腐 就是公开 你必须公开 你跟顶星见面的时候 谈哪些事情 而且有哪些人在场 而且是不是有阵风或严考 把他全程记录下来 否则的话 就算你们两个人三个人见面 我觉得不要说一个总统 连在台北市议会 我都不允许任何首长 去跟所谓的厂商 在你有某种程度利益的纠葛 像你说一个捷衣局的机电处长 你就不能跟机电厂商 在办公室见面 而没有任何人在旁边 帮你做记录的 就跟你一个卫生局长 你不能够跟任何药商 单独私下见面 我要求卫生局 还有所有联合医院的院长 你跟任何药商见面 全部公开透明 必要做录音录影 如果马英九 身为一个中华民国最高元首 我对他过去八年无比信任的 你这里面没有记录的话 我真的不得不说 我对你的信任开始动了 所以你的建议马总统 应该要公开这一切 公开透明 你跟所有信业界见面 都要公开透明 金老师怀疑你就是说 第一个你引就辞职 然后你从此也不会受到 威胁跟绑架了 包括你的执政的一个 正当性的问题 也确处人民的质疑 但是我请教的是 王定宁的部分 其实昨天姚老师 在说这个罗志强的同时 在讲失明德的控诉的同时 因为罗志强呛这个失明德 杨老师昨天提到一个 你不能阻却别人对你的怀疑 现在这个情势的发展里头 不管你总统府发新闻稿 这个国民党中央党部 或罗志强所提出的一些反驳 其实对于百姓来讲 我们的怀疑 因为这个分析起来 都有它的逻辑的合理性 你不能够阻却别人 对一个国家元首的质疑 你不能阻却这些全国的百姓 对你的一些监督 不是吗 来这个态势怎么看来 定宁 合乎逻辑 有道理的质疑 然后面对的是 把我们当白痴的回答 现在政府状况是这样子 刚才姚老师讲那一笔 那两次选举的武艺 是 讲白一点 对 马英九你有在藏钱 藏在你没有申报的地方 叫洗钱 姚老师怀疑这两部分 那个钱是国家给你的 选举节育款 2008跟2012的部分 你都没有申报 那是要进来再出去 你完全没有申报 那你有藏啊 你藏在哪里啊 加起来是2亿等于 4亿有 4亿3000多万 你这个钱是藏在你家的床底下 保险箱里还是哪里 你这个要交代的 你知道我刚才听到这么多人 人民 罗志强如果背后没有一个 马英九金服冲 他算什么咖 卓伯仲 后面如果没有一个卓伯源 他算什么咖 那你说刘正池 后面那个刘正宏 他算什么咖 你看罗志强 在杀王金平的时候 你就发现 罗志强在马英九心中的重要性 是不输给江一画 那一份窃听的译文 江一画跟罗志强看得到 他重要性这么大 然后2013年 往来了4次 就产生一些我们合理的怀疑 不管TDR的钱 怎么挪到中国去50几亿 不管他为什么可以拿到10137.7%的股份 不管为什么 我跑到总统府里面 顶心卫家 去报告你家的新猪白 是在做啥 主错关马英九什么事情 这些合理的怀疑 让我就想到说 为什么赖苏鲁赖 赖苏鲁后面如果没有马英九 他只不过一个台北市议员 他为什么赶 赶十朵花 赶借入太极双新 为什么灵异式赶 做到关这么大了 灵异式都不是没有钱的人 灵异式他们家财产也是不少的 为什么要去贪到6300 8300 以前都以为这些人坏 我现在回过台想说 奇怪 马英九身边的怎么每个都赶 马英九身边的人都赶 然后你的钱5亿 放在哪里 讲不清楚 所以刚才我整理扣扣姐 讲了一个东西 我先用这个下注脚 这个总不是绿的吧 尹章义不可能是绿的了 尹章义就说了 马英九很怪 马英九付他稿费 一个稿费就不少钱 中国国民党支出 跟总统府支出 混在一起 尹章义是公开讲的 说马英九在用钱的时候 公账私账 党账 辅账 个人账 分不清楚 分不清楚 请一下 周玉寇刚才点的东西 我希望特征主 特征主应该都来看我们的电视 因为每个来上到电视 没有多久就要去那边去讲一下 特征主现在在顺藤摸瓜 摸完了刘文雄 摸蔡正元 今天传断仪康 传断仪康 他其实要从你的故事里面去说 你讲的人是谁 那我就传下一个 这是一个典型顺藤摸瓜的办案方法 但只有这样还不够 周玉寇讲了什么东西 广告脱播的发票对象 马英九选总统 我脱播电视台 那金额都很大 我脱播广播公司 金额也很大 我脱播 那个 连胜文买那个半版广告 我们上算了嘛 一次就要五十万嘛 这些脱播 开出来的发票对象 除了马英九总部以外 还有基金会跟人头 这就很好查了 总共花多少钱 你扣掉马英九总部 因为马英九总部说了一个 我讲的不合逻辑 把人民当白痴的谎 就是他当总统 他募的款是四亿多 比蔡英文在野党 而且那时候气势又没有很好 他募了七亿多 这个叫做不合逻辑 好了 今天媒体人告诉你了 你去脱播广告 有用人头 有用基金会 那敦安新台湾人基金会 还有哪些人头 特征组可以查了吧 第二个 基金会要捐给候选人 一次只能五十万 可是如果候选人办 青年营演讲会 我讲白一点 脚踏车还台 基金会如果带支出这个费用 合不合法 这其实可以查的 以后大家都没有竞选机费 我竞选机费零 我的那个电视支出 需要你买单 那我的脚踏车支出 杨直修帮我买单 那大家候选都开销都是零 你的基金会 赞助候选就是五十万 那你支出那些 有没有支出到 马英九选举的钱 这两个兜起来之后 就会引出一个最大的问题了 劣迹对对来的啦 你成立基金会 就两千多万的母钱而已 可是经手这些钱的金额 动辄数以八千万上亿元计 这笔钱哪里来的 你的基金会董事里面 都是企业财团 你的基金会董事里面 有跟101顶心不错的人 如果这些基金会 真的有人头 真的有暴障 真的去赞助了很多竞选的支出 不怪大家都算不贏你 钱都在那边啊 我是觉得特征组 如果现在问到这些人之后 你是不是该摸一下基金会 这样整笔就像去查MG149 跑到台大地下室四楼 赶紧等到贵墓回去 搬回去嘛 123号 122号的总统府的新闻稿 第一次在回应失明德的时候 就提到 就是说 言谈间魏佳提到 就是营运状况跟彰化组错的情形 但是他还没有承认 他没有承认他派罗志强去 对对这里头还没有 他说并没有请托任何事情 他说魏佳乃农历年前 前总统府礼貌性的拜会 言谈间有谈到 鼎星营运现况 跟彰化组错的事情 比如说魏佳有到总统府 提到鼎星的营运状况 跟组错维修的情形 但是没有请托 这是第一次在澄清这个事情 那接下来就是罗志强 罗志强是今天他报出来 是因为这个 有人说他明天一周看要报他 还是今天早上 因为昨天我们都已经指出了 罗志强的名字 然后再加上今天早上 我也请总统府回 总统府你不能叫罗志强 自己一个人跟你切割 他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都在总统府副秘书长任内 他讲的这四次 都是副秘书长任内的事情 总统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切割掉 在2013年的这个 我刚刚讲了是谁安排的 现在看起来顶星未加 好了不起 他要进总统府就可以进总统府 他要召唤罗志强去他家的祖措 拜年就可以 他要叫这个陈宝基到他的101大楼里就可以 他要台湾之星就有市场机制决定 他要中加系统也有市场机制决定 他要贷款就有1300亿的总额 然后他要这个买101就有这个市场机制让他买股权 哎马总统你听得进去吗 这个国家变成顶星共和国吗 光这些简单的解释 你讲那个市场机制 那个是讲到这个农特产品的独家的平台的这种获得 那就是更不可思议嘛 罗志强只不过是把这一件大门绳的毛衣 拆了一个小线而已呀 还有其他的门绳 马英九总统 如果你真的是清白的 你今天看了罗志强这个东西 你不生气呀 要我会气死了 总统都不知情 总统府里面赶快 总统也有正风势吧 总统府 现在罗志强离职了 你们就可以切割吗 总统府发言人马伟国 国民党的发言人陈以兴 你们要不要发个言 这个说他是什么 刻意抹黑呀 说他是什么 怎么有这么的赖皮的一个总统府啊 有这种国家的元首啊 我真的觉得 我跑了政治新闻三十几年 我没有见过这么的松散的 这么的漠视的 这么的这个 完全是无视于真相的 这种检验的一个领导团队呀 罗志强在2013年 当这个我们早就讲过了 我们从去年的十月开始就讲了 2013年初就是鼎星做大的这一年 原来就真的就是这一年 你罗志强去拜了年 你做了这个实质有影响力的 在这个一个背书 然后就做了鼎星就成为红鼎商人 接下来他的经营权就可以继续持有 甚至于他开董事会的时候 他还可以那么的大胆 他不肯这个放掉他的经营权 还要让一个人去打电话给这个 曾明宗 曾明宗再打电话给这个张胜和 这个关不像关的这个 这个整个的企业 不像企业的这些做法 接下来呢 在2013年当你罗志强做总统府副秘书长 你跟鼎星卫家在九个多月当中 互动四次的过程当中 他拿下了台湾之星的四季的执照 他拿下了中加系统的NCC 给他的优先购买权 然后呢 接下来他的这个胃硬冲 被地检署交保之后 还可以有一年 这是2013年的8月到2014年 第三次爆发黑心油事件之后 才可以由台北的地检署帮他起诉 中间还有人帮他瞧 瞧是个两亿 一亿要捐给政府 一亿要捐食安基金 让他能够这个无罪什么还起诉 所以不只是罗志强这一个破口吗 还有很多其他的破口吗 马总统 你有没有一个正大光明的元首之姿啊 今天罗志强承认了他在你 你的当总统任内 在这个时间当中 他还跟你一起去搞王金平的事情 记不记得 就在他承认的他做2013年 四次跟鼎心卫家来往的这个期间 他在9月的这个初 马英九总统还把他当成重要的 这个非常亲信目凉 把他请到家里面去 跟江仪华一起三个人连夜开会 看要怎么处理王金平 第二天还把这个黄世民再叫到官邸去 罗志强是普通人吗 罗志强是你马英九总统2013年身边的普通人吗 你们这样的一个简简单单的 一个这个事不关己的轻松的一个说辞 最后还把别人对你的质疑评论 批判一顿的这个说法 可以招然接受我们的民众的检验吗 我们的中华民国我们的人民2300万人 就算是一岁小孩可以接受吗 刚才我听到一些东西是很怪的 你知道罗志强说他2013年建了四次 2013年过后刚好是台湾的 那时候都在炒说中家是谁的 学生运动开始要闹起来 中家呢有另外一个姓蔡的想要买 那买不成到底谁可以来摸这个东西 那我们知道这个旺旺蔡家跟鼎兴魏家 都是从中国来到台湾 回到台湾所谓的鳄鱼或者鲑鱼 鲨鱼回来的 这一家买不到这一家现在要出手了 而罗志强作为马英九的重要的左右手 你跟他见了四次 见了四次我们看到 101从董事长制真的改成总经理制了 小股第一大股的官股不管是 让第二大股的鼎兴魏家 可以副董派总经理 你在这儿见面2013刚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你见完了面之后 他就可以去总统府 然后半年之后 农委会的部长节官员就跑到企业的 办公大楼现场有台办的官员 统包 见了面之后 他四肌竟然能够 卖泡面的打败鸿海 我如果过台面我就找一只鸿鸿鸿 弄弄细合啊 做iPhone的鸿海 四肌的标案分数 输给做泡面的顶心 说给他听 那怎么弄的 然后呢 这个中家呢 富邦谁都有兴趣 很多人有兴趣 泡面拿走了 他得到优先成买权 所以说这一些东西 就叫合理的怀疑 如果有钱 就叫对价关系 而钱 是马英九现在说不清楚 让他以前的朋友们 不管施明德什么 大家就来质疑这个事情 而罗志强越讲越奇怪 不过他讲 罗志强你不是个咖 人家看中你是你后面的老板 而后面的老板 我刚才讲的 从赖素如 林毅士 卓伯仲 刘正词 这所有的案子 我才会得到结论说 这些人为什么敢 上行下效 上梁不振 下梁歪 马英九讲一个马克杯 都不能歪 不是他讲的吗 原来我发现 人家除了马克杯以外 什么都有问题 其实我们最近起码 最近在讲 柯P会有外溢效应 扩散效应 顶先这个事情 至于马总统 马政权沦委门神说 我觉得好像也有扩散效应 来怎么看目前这个发展 柯P是反映说 台湾社会对于政治的不耐 对于政治人物的不信赖 所以柯P在这次的选举 能够成功的在台北市 即使是蓝大爱律 能赢得胜选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但是我这比喻也许不是 陈恰当 但是扩散效应里头 你可以看得出来 不是因为他扩散 得以更多的真相 而是很多的真相 要继续探究下去 没有错 所以我的判断说 马总统从现在到 他2016卸任 他大概这段时间 都要面对大家 对他清廉的一个职业 我看是跑不掉了 那到最后 是不是会有牢狱之灾 或者会有其他的一种状况 这个我不敢想象 但是你从他几个 简单的一个事件来看 因为我当过总统府副秘书长 我最清楚 他这什么叫陪见 罗志强去陪见 那一定有人安排 对不对 罗志强第一时间就陪见 没有我是陪见而已 那意思是说 安排这个是有其他人 那到底是谁 总统府到现在都不讲 他在撇清撇东撇西 总统府就出来讲清楚说 那到底是谁安排 魏家的老师去跟总统见面 那半年后 他说半年后这个太久 才在101跟魏家见面 所以他澄清 他说魏家到总统府拜见 那是半年以后的事情 他只是陪见而已 不是他安排的 对 那因为中间要瞧一些事情 大家不要忘了 101见面不是只有 陈宝基跟魏家 不是说事情办好了 这个跟魏家报告 不是 里面还有谁 海协会的部会长正立中 这个才是关键 那中国的官员看到说 这个农委会主委 跟魏家站在一起 那代表什么意思 说这个是总统的意思 简单的是政府的态度 对不对 那就OK 简单讲是这样 回头再来讲 另外一件事情说 那罗志强 刚刚这个新闻讲的 今天这个跟余次验 不是一样吗 不是见了 马总统说余次吃了一次 后来又吃了被爆 又吃两次 然后三次四次 越爆越多 总共吃了六次 他一开始说没有 那现在又爆 说已经四次 我不想说以后 到底会几次 那他讲的 这个里面有玄机 他讲说 这个魏英教 魏英教是老二 去总统府是老四 所以他跟魏家 上上下都很熟 老二说101 他在抱怨摩擦的事情 然后他听完以后 后来他又找了 宋文琦跟他见面 又谈这个摩擦的事情 101经营权摩擦的事情 这个不是在瞧 刚刚徐老师讲 这些瞧事情 副秘书长的工作是什么 副秘书长的工作只有一个 就是乘总统之命去处理 这个交办的事项 副秘书长没有公文 我在报告是 我也从来没看过公文 很少 几乎是府内这些人事 这个预算 那其他你出去外面 这个一定是代表总统府 一定是乘总统之命 去处理这些事情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在扯说 总统不知道 我不相信总统 总统 总统办公室 怎么会不知道 副秘书长今天去哪里 明天去哪里 怎么会不知道呢 总统会不知道 他就为家的不错 那副秘书长 你今天去哪里 我当副秘书长的时候 很清楚 老朋友吃饭可以 那新朋友 你出去吃饭 你就很小心 对不对 他是因为你是 当了总统府副秘书长 才找你去吃饭 对不对 你假如不当总统府 副秘书长 我不晓得说宋文琦 这几天 有没有找罗志强吃饭 魏家有没有 跟过去一样 在找罗志强吃饭 没有嘛 对不对 是因为说 你总统府 副秘书长的职权 所以他才请你去 那你跟魏家见完面 再跟宋文琦见面 宋文琦问你说 那你怎么会来 魏家跟我讲说 怎么样怎么样 那这不是桥 那是什么 你有没有利用到你的职权 当然是有嘛 对不对 那同样 蒙产品的事情 也有利用到 相关的政府的一个职权 所以马总统假如说 真的说 他不知道 那我真的是不相信说 总统会不知道这些事情 那更何况 情自掌握几乎 这个党政军 马总统抓在手里 怎么会不知道 他副秘书长 去干了哪些事情呢 这个真的是 让人家匪夷所思 那第二个我再补充 刚刚定宇讲的 特征组 办到现在 我认为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今天问那个 明天问那个 好像轰轰烈烈 比如说传刘文琦 今天传魏仪康 这个背后感觉 好像都是在查证 像这是马总统的角色 特征组 我们都很清楚 特征组办什么东西 特征组是办 政务官以上的贪毒 那贪毒一定要有钱 你没有金流 你没有任何钱 这个受贿的证据 那你怎么证明 他是贪毒呢 对不对 所以特征组不查钱 那还查什么查 对不对 难道你说 今天找了这个刘文雄去 或找了谁去 那你觉得正常SOP 应该怎么查 那当然是要 以前追人 以前追人 那怎么追钱 你一定要是掌握金流 那一定要有账策 那账策 其实今天一个很重要关键 扣扣起来 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说你电视台 到底是谁拿钱给电视台 那个人是谁 那收据上面是谁 就拿这个钱 到底人头是谁 那这个人头是谁 那你的钱从哪里来 都一步一步往上追 你就把那个人追出来 所以特征组 其实很简单 我觉得假如真的要查说 这些钱 到底是怎么来 你就直接从这个 以前追人 开始去查 你那其他 什么约谈东约谈西 讲到最后 我跟你保证 特征组到最后 就是结案 可是你们讲到一点 就是说 那顺便把这个案子 在这个案子 就把它截掉 大家会不相信特征组 因为检察总长 是总统任命的嘛 那这些特征组 即使在去年改组之后 文雄大哥 也是一个检察总长 严大和所任命 所以大家现在在不相信 特征组在办案的同时 你自己也被传了 其实有一个大方向是说 这个国家元首 愿不愿意接受调查 尤其是一定 真的要到卸任之后 才能够启动 国家元首的调查了吗 因为保全证据 不是也应该的吗 来正常的流程 应该怎么样 如果大家认为说 接下来马总统 要面对他的青年 一项一项要被检验 注意哦 这个科拼要成立的 追查委员会 真相调查委员会 一项一项还没有完全启动哦 可是现在 大前提是 这个国家元首 愿意接受调查吗 来 来 怎么看 马英九还有青年吗 我觉得这个已经 全台湾的人 大概只要懂事的 有听过新闻的 或者有了解台湾 有在关心的人 大概没有人会认为 马英九是青年的 我简单讲 各位一定有印象 当那个特别费的 在检查官里面的资料 里面就写得很清楚啊 每个月 有四十万 甚至有五十万 就直接到 周美新的户头里面去 我们也很奇怪啊 市长的薪水 和他的特别费一半的话 也不过二十几万了 怎么可能 每个月的凑四十万 我们都想知道说 马英九总统 你如何有生财之道 而且你为什么 要放在周美新的户头里面 其实周美新也参一咖 不然他为什么放周美新 为什么不能放 自己的户头里面 所以周美新一定知情嘛 好 那我们就讲 刚才这个姚老师说的 那个两次的补助款 无益 是 我就发现 他的技术 可能比陈隧边好 陈隧边 一洗就被人家查到了 就爱德蒙啊 或是另外一家 这个民间的 那个所谓的防护公司 是后来因为 这个叶胜茂 自己说溜了嘴 所以陈隧边 他们开始紧张了 陈志忠他们 在开始把钱 移到瑞士 不移到瑞士 没有人会查到这个事情 好 这是一段 我就说 好了 那五亿跑哪里去了 你连四十万 都赶快进太太的户头 那你的五亿到哪里去了 好像并没有听到 你捐到你的基金会啊 那你用什么户头啊 你用人头吗 还是这个钱 已经不在台湾了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钱不可以凭空而不见吗 那你刚才提到特征组 对 我自己去了以后啊 我说实话 我再讲一次 我有两个感觉 第一个 他问我的时候 问了半天 我发现 他不是在问周一购的事情呢 他问我的事情 问你一百年的事情 不是吗 我已经 已经节哀了事情 而且不起诉了嘛 你问这干什么 我就很紧张啊 第二个呢 必须 毕竟你讲 林宗志讲的国家很认真 准备很周全 虽然他不只是问周一购 我是问我的事情 但他很认真地办 那我就想说 那你办的目的是什么 我 当然也曾经像你这样想法 我也公开跟他讲 你们办不出东西来呢 但是 我很希望 像今天小段去了 我很希望能够办出一个 叫做案外案 哦哦 案外案 虽然不是办理心的 但是至少 小段就是 小段不是抽热闹的人 对 小段一定有听到某某人 比如说那个人叫杨实雄 那个人叫陈其脉 然后这两个人就说 哇 这个妈姨姨 是哪有够热 有够热 什么青年 都讲出那段 邦一康说 他向检方据实已告 而且非常清楚 但他不便对外说明 他非常清楚 因为最主要是 邦一康说 有一位电子大亨 那么与一群人 在2008 马总统竞选总统 是捐了两亿 所以今天特征署 才传的小段 所以他一定把人说出来了 如果特征署 真的愿意办的话 就请那位大和 我们不要传训 我们就训可不可以 我们到他公司去 哎呀 是不是有这个事情呢 你讲一下 如果他说没有 那小段就胡说八道嘛 他如果说有 人 时 地 物 说清楚了 那买酒 一枪毙命啊 或者说把 他当时 有捐钱的 不止一个人嘛 对 至少有 对不对 就那几个人我也不想 因为新证据的话 我要重新调查 我什么都不想 就是小段说的部分 如果有三个四个五个 一次排开嘛 满酒还要活吗 不要活了 我想这一次啊 这个 九合一选举 让我们非常震撼的 一件事情就是 柯文哲 两次的公开账目 一次MG149 9月18号 全部贴在后面 你们要查就来查 所以我那时候有讲 从此以后 所有的这个压力 全部落在 这个 连生文身上 第二个 他把那个 增值先进的部分 我到了 够了 我不在 不在目了 请问 有谁做了出来 当然 一样的 这个我们的罗书蕾 还是不相信他 可是他讲了以后 可以吸收 大部分人 同意的 这个 这个想法 一样情况 可不可以 请总统告诉我们 为什么 罗志强 我举一个 我也可以 作证 林中之将问我 他曾经去 瞧海基会的人士 罗志强去 瞧海基会的人士 非常重要的 这个人 所以 马总统 也不知情了 我这样讲 这个部分我不晓得 请问 就像你刚才讲 他是谁呀 他总统府的 副秘组长 他有能力侨吗 不是 他会不会有个老板 后面有个老虎 所以前面的羊 跑掉 因为 不是怕罗志强 怕后面那个人 我相信 以 马英九对他的信任 他其实可以 做很多事情 甚至于 我们可以请 请总统府 调这个 派车单 这到 到那个 隐心区 看主错的时候 请问是 派车去呢 你还坐车去 我不相信 罗志强 自己坐高铁下去 不会花自己的钱 一定有报账 通通到 出来来看 那还好 还有一件事情 是说 请问马总统 从你2008 5月20号上任之后 对 你在总统府 接见过多少次 企业界人士 国内国外 你告诉我们 大概谈什么事情 你告诉我们 陪同的人是谁 你告诉我们 安排的人是谁 你告诉我们 我相信 我相信不会太多 而且大家谈的 可能是谈台湾的发展 不会谈我家的 我的 顶心的这个 公司的现况 对 那是你家事情 第二个谈我主错 会把你当的事情 所以我说总统 你坦白说 你说清楚以后 虽然还有很多人 不相信 但是至少你讲了 最后一句话 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 我平安想 我们上了这么多台节目 已经没有国民党的人 愿意帮马英九 来做 不要说护航 已经没有了 昨天 我坦白跟 请问主议员讲 我说 请议员 我不再跟你吵架 我说请问你 你刚才说了这段话 你帮马英九 说这么多话 你有听他讲过吗 他突然愣了一下 就不再帮马英九讲话了 就是什么原因 就是说 你现在帮他讲 是基于说 我是国民党的人 我要帮我们 我们前党主席说话 可是你知道 马英九所做的事情 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也提下来了 我现在很悲哀 整个台湾 没有人 能够为马英九背书 那马英九的青年 不要再告诉我 他会青年 而且我再提一下 你刚才讲的中佳 旺旺中佳 当时对这个NCC很愤慨 他说 为什么 而且引用了行政程序法 就说 我的案子进去 你半年了 一定要给我个答案 都没有 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了 他就是不让他过 虽然外面有民进党的人 有公民团体在闹 可能政府有怕这些东西吗 一直闹的原因就是什么 我就是不让你过 因为后面有别人要过 就这样简单 现在整个态势 我请教姚老师 那我让姚老师发言之前 我们先看一个VCR 这是另外一个顶心吗 如果101的一个事故 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101将那个股权释放 给将那个外资 那101是地标 另外一个地标呢 杨老师一直在怀疑的是 在未来马总统到底要做什么 从台南市议长 台南市议会的议长 社会的过程当中 一个新太阳 没有任何的积极动作 那更不用说 卸下党主席的马英九 有太多的一个态度 这个国民党 多方贪方当中吗 可是呢 贪方的过程当中 党的系统 那成为马总统 澄清的一个主要的机器 可是呢 在政务方面 有急于在出清什么吗 为什么说 这另外一个地标 高铁在明天 立法院会成什么 两个火车对撞吗 听听看 叶匡使的立场是什么 我想请教的是 叶匡使到底谁授权你 要这种方式来出售 我们另外一个地标 在高铁 到底急什么 这样子合理吗 还是说 这又是可能 是在卸任之前 要完成什么样的特殊任务吗 先听听看 这个VCR 我们这个月底呢 立法院这边呢 我们因为沟通上呢 没有达成协议 有困难的话 那我想大概就是 明年第一季 三月左右 就非常可能会 应该是会破产 高铁的问题 其实只有两条路嘛 一个就是 我们比较希望的是 用财务重组 然后呢 延长特许期 就减增值延长特许期 利益归这个 全民来共享 另外一个方案就是呢 破产 政府强制收买 政府接管 请部长 给民众一个交代吧 谢谢委员的这个咨询 我想第一 我们要说的 今年的这个元旦的 四天的连续假期呢 我们是没有历史经验的 过去我们大部分的 连续假期是三天 怎么会没有历史经验 部长 是五天以上 四天 我们的连续假期 在去年 对大部分都是 一战就发生这种 塞车的状况 那我请教部长 你在云南假期 你都要做什么 我觉得在 事实上在家里 我自己看手机 还有跟局长联络 跟这些就可以了解这个状况 我并没有提到什么英文的问题 国际人士对话的时候呢 一不小心就流露出一些性别歧视的语言 一些这种啊 这种唯我独尊的优越感 我想这些事情是我所担心的 那杨老师我这边收到消息 说立法院明天因为这个审查高铁的财务的改革方案 行政院的发言人孙力群在我们录影同时他已经说了 交通部提出的这个采改方案是图立全民 不是图立特定财团 希望立委要支持 那毛治国也决定取消明天的新竹行程 要亲自坐镇行政院 掌握整个审查的进度 来杨老师怎么看目前的发展 因为刚刚杨老师所带动这个议题的同时呢 我给杨老师一个参考 这是司马文武 你知道吗 他说这个标题叫做内仗已经打完了 他说一个民主国家 不是靠总统轮流去坐牢 要靠的是政党轮替 因为有人说阿扁那个中间两百多平 荣一雪说等着阿扁随时要回去 有网友就说等马总统比较快 我们不希望这个国家元首再度轮尾阶下囚 可是司马文武所传达的是一个 是这个部分 2000年阿扁上台 为不少人带来台湾人的光荣感 但这位台湾之子海角七翼 重创台湾民主形象 不过马英九的无能更使台湾人前途无量 脸上无光 两相比较 历史会对阿扁更公道一些 不过台湾政治要上轨道 希望只是政党轮流执政 而不是总统轮流坐牢 来目前这个态势了 杨老师怎么看 现在马英九已经不能用无能来形容 这个高铁这个案子也不能用无能来观察 高铁这个案子是有意的 用所谓延长特许四十年来图利特定的一些人 我不管那个曾知是谁 我现在就可以预言 那个曾知的企业一定跟前面我们所说的电子业 那些捐欠的人有关 我根本不要去猜想 第一 高铁现在的营收 没有重要到行政院院长亲自督军 去到立法院 好像比两岸福贸协议还重要的 要去通过 换句话说 这有上面的压力 马英九现在很清楚知道 他现在躲起来 所有他要做的事情了 他就要求行政院去落实 去实现 而像叶匡时这种 没有肩膀的人 只要老板说怎么样 他就怎么样 因为他只要有官座就可以的人 他当然会想办的一切办法 去把这个案子给落实 什么叫延长特许四十年 前面特许 已经是国家政策的失败 国家明明可以自己贷款 自己盖高铁 成为国营企业 他交给民间去做 现在已经 特许到过了一半了 还要继续给民间去做 这是一个独占的事业 如果今天就算赔钱 我不要讲了 现在除了利息以外 其实是营收是有利润的 已经赚六十亿了 所以 你说每一年赚的 每年赚六十亿 目前的营业额 它是每年可以赚六十亿 但是摊提还有那个贷款 不算即使 所以如果那个贷款是国家的钱 就没有那个问题了 早期如果按照这样计算 可能不谈这个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他们显然 要把未来高铁好 最好的利润 因为任何东西都是如此 慢慢运作慢慢运作 他这家 大概他的利润会越来越好 会越来越多 那未来一年有多少呢 少说一百到两百亿 应该少不掉每一年 两百亿 如果四十年这样下来 数千亿之谱 八千 他要让给民间来赚 交通部已经浪费了 我们国家多少钱 一条好好的高速公路 一条好好的高速公路 让民间去赚钱 就是你毛治国 跟叶匡市现在干的事情 老百姓欠三百块钱的 高速公路通行费 你要劳势动动去追缴 还要做法律动作 远期欠上数千万上亿的钱 他没有任何的动作 这个国家不是用无能来形容 这个国家可以说用土力财团 打压平民老百姓来形容 这不是无能哦 这是有益的 因为这些人曾经支持他选举 所以我希望明天全民把眼睛睁大一点 发出很明确的讯号 给立法院 包括民进党 包括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我希望民进党应该态度应该一致了 一定要反对的 如果民进党有人不反对的话 这个当然就要声音要更大一点 可是现在很多国民党立委 全面赞成哦 我知道 全面性的赞成哦 我希望国民党立委 每个人都定好啊 费洪泰 李红军 从费洪泰算起 前面这些浓缩过鼎心的人 这些人一个一个看 包括那些不分区的 他们任期只有一年了 能卖权力 现在都要赶快卖的这些人 他们是不是后面有什么样的利益 全面要盯住 我知道 就在今年年底 这些人都要被人民给淘汰掉 不管你在台北 不管你在哪里 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 盯住这群人 如果立法委员守不住 人民也要去顶住 把它挡住 国民党是多数席次哦 我知道 虽然是 不过还在委员会嘛 对 可是我们这件事情要把它升高 要严重化 因为从这里啊 最明显的政商勾结就在里头 所以 所有的选举 其实都是 可比讲了很简单的一句话 选举完了 唯一重要的任务在服务 服务人民 嗯嗯嗯 可是我们现在中央政府唯一的任务在服务财团 如果人民不把它推翻掉 那只好采取别的办法了 我一点都不反对 去年三月份的动作 再来一次都可以 为了这种案子 国家整个的财产都卖掉了 嗯 所以我希望民进党加点油 嗯 这个做很好的在意大 要把它挡住 这个仗我插一下话 算给人民知道一下 因为明天要决战了 对 啊这些很凶的立委 在去年的十月都帮丁星讲过话 嗯 你的民怨只要大到一个程度 我跟你讲 昨天护航的明天都可以灭典 叶匡史的最新说法 王弟 他今天的最新说法 说这个已经做最坏的打算了 没有必要跟在野党沟通 他说反正破产了嘛 要不然 好啊 那就国家接管 国家接管呢 后果呢 在野党 尤其强调民进党你们要自行负责 这算不算恐吓 还是说叶匡史的确非常务实 他是有一点点半恐吓的味道 好啊 你们不通过这个才改哦 好 那就是以后呢 民进党在野党你们自行负责 小军 叶匡史 如果背后没有人下指令 他没有那么硬的啦 他个性不是那么硬的啦 谁授权给他 谁要求他这个非过不可 我跟你讲 这两个事情是一样哦 怎么那么巧 从101地标 高铁也是地标 刚才姚老师说的 这就是国家可以做的事情 硬要给财团 我从ETAG看 也在2013年 ETAG呢 每一笔远通 可以给我们收3.4块 那时候告诉我们说 因为这样子可以让车快一点 记不记得刚过完元旦 塞车塞了7个小时 是 每一年有6亿辆车辆 以为拆掉收费站之后比较快 6亿辆车辆 本来收费人那边收得好好的 安置也没有安置 欠了5亿也追不到 结果呢 他只要投资四五十亿 每一年可以抽头 抽二十亿 这种生意为什么政府不自己做 那个设备你装不起吗 5亿罚不到 本来欠款7500块 才要送到法院查扣薪水 现在交通部办法怎样呢 你只要有300块的ETAG钱 没有缴啊 他就说查封你的薪水 300块台币 他就查封你薪水 政府替你讨 那政府刚才要5亿要不到 这个就是本来政府可以自己 就算ETAG 也可以政府自己来收 他让给远通去赚这笔钱 本来还要更扩大 人民愤怒才慢慢收回来 本来所有的录影器啦 主要道路的那个险项的东西 都让远通通管哦 这边高铁现在年收200亿 40年延长可以多收8000亿 40年的总支出是3000亿 这算出来了 所以存力就可以拿到5000亿 而原来就已经授权35年 现在还残存18年 所以这个东西 你都高估了他的负债 而低估他的收入 政府可以怎么做 高估他的负债 他一直强调他要破产 没有没有 BOT就是你破产了 或者35年授权满了 你要transfer 你要把你的高铁移回政府 政府经历一段时间 再OT出去 这才叫BOT 哪有时候做不下去 我就送你5000亿 做不下去 我就送你40年 然后让一堆新增资的莫名其妙财团 一下就进来得利 他违反BOT原始精神 他低估了财产 他低估了收益 而且呢 今年春天应到债务 也不过三四十亿 付得起的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把政府本来可以收回来 我相信高铁 我每天坐高铁 那些小姐连拖着垃圾桶欧巴桑我都很熟 最好收回交通部国营 他们还高兴得要命 你应该可以收回来的 收回来一段时间 再经过招标的方式 看谁条件好 我再OT出去 这才是BOT原始条件 可现在叶框是在讲什么 要倒了 要倒了 民进党立委 我不理你 国民党要强度观察 通过延长40年 通过增资的采改方案 然后让一些生意人 保留顺便康就这样把这个国家财产拿走了 我们的高速公路变成财团远通在收 我们的高铁以后到民国116年 都是财团在收 通通都要丢出去 不不不不太懂了 就说 这个奇迈 2014不是惨败吗 不是惨败到 现在 就是说 那现在赶快 是哦 怎么要买败呢 你这个我讲 不是2014惨败吗 西贡 约公布西贡 第一就是先抢财产 奇迈我先讲一下 就是说 包括马总统你急什么 对这急什么 中加台湾之心 然后这些大的东西 特许行业 你通通要交出去 你目的是什么 不是这认识 认识结束之前 要急兑兑现什么吗 这第一个 第二个 请问 叶匡时你是高铁的董事长 你还是交流部部长 如果你是高铁董事长 你只有提一个方案 对 如果你是交流部部长 你至少有三个方案 就要有三个方案 是是 最烂的就是第三个方案 就是说我延长40年 好第三点 如果要延长40年的话 当年在开标的时候呢 就不止两家了 可能有十家会来了 因为你的摊提到75年 那每一家都可以做了 我问一个不礼貌的 你几回 让你算55年 看不到 40年 因为夜光石 要先加18再加40 最后一点 夜光石也比你年纪大 夜光石都活不到 我讲的比较 就是我是说 你凭什么帮我们子孙 做这个决定呢 最后一点 如果再加40年 再加40年 特许40年 我跟你讲 再加40年 我跟你一个结果 到时候他说 我车辆重新换新了 铁轨重新换新 再给我40年 我跟你讲 多40年的原因是什么 保证 我们不是中家 中家不是说 这已经是独占事业了 中家不是说 你还给特许40年去经营 马团队有人 要到中家去担任什么 什么这个长 那个长 对不对 一样情况 如果这个40年通过以后 我们里面的重量级的立委 我们交通部的交通帮 保证有人去那边上班 我觉得我还蛮担心 现在是怎样 另外一个顶新的翻盘吗 就是说 是一堆顶新们 在这个政权卸任之前 在排队吗 是这样子吗 一堆顶新们吗 来 秦迈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是有 很明显图立财团之嫌 而且是赶着 马总统要下庄之前 最大的一个 包括说政府的一个标案 因为其实刚刚定宇讲得很清楚 我在讲得更清楚 这个其实很简单 VOT嘛 那就给他特许35年 时间到 政府就把他收回来 然后40年以后 再用OT的方式 看有哪家 谁要愿意来经营 所以是前面走VOT 后面收回来就走OT 所以假如我们让高铁的财务破产 最坏的状况 那政府顶多收回来 然后带OT出去 所有论业都解决 所以问题是什么 就OT这40年 OT这40年 有多少利益 那我就准备了一张表 很简单 就预估 这个都是按有 现在现有的政府的资料 交通部的资料去算 现金有40年 每年大概200亿 用最保守的估计 因为运量其实还会带成长 那你用200亿去算 大概有8000亿 那你扩掉 这个交通部的资料说 未来还要再投资 这些相关的资产 有5500亿 那大概有 2500亿左右的这个利润 那这个摊停40年 大概算一算 他的一个利率 这个获利率 收益率大概是5.9 那这个魔鬼就藏在这里 第一个 高铁才4500亿而已 你未来40年 你怎么会 还会再投资5500亿 不可能 所以这个数字 5500亿被高估 这数字是有问题的 对 这个是被高估的一个数字 那换句话说 假如你比较保守 估计他的利润 绝对不止2500亿 所以新的股东 他的收益率 不会只有5.9 他绝对不止5.9 所以假如 你把他 这个部分 由 这些新的 2500亿 本来是全民的利益 你把他交由原来的股东 那这个到底是谁获益 我现在插播一个消息 灭顶 说不拖延 就是顶星集团旗下的顶率开发 因为土地的抵押 货款65亿元到期 没有清产 那这个债权银行 赵峰今天说 已经向 已经向台北地方法院 递件申请假扣押了 所以这个是被严重高估 我的意思是很简单 这些估算 2500亿 本来是应该是属于全民所有嘛 他不应该是属于说 过去的这些原始股东嘛 所以简单讲 你假如放这让他破产 那这个利益 未来40年那么长的一段时间 这个利益应该是由全民共享 这个是民进党最简单的一个主张 好啦 那我们就回台过来讲说 那会不会破产 因为交通部现在的假设是说 假如真的破产 这个后果全民要来承担3900亿的利益 那你资产减掉不在现在的净值还是正嘛 那第二个 特别股 这部分包括股本跟股息 总共533亿嘛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现在银行里面 里面有一个专户余额 现在要有400多亿嘛 所以你只要解冻那400多亿 你就可以去还掉 这一个本来要数本 特别股要数本的这500多亿嘛 那怎么会破产 根本就不会破产嘛 所以从头到尾 所谓的即将破产全民买单 这个都是假议题嘛 是用来蒙混 原来原始股东 要做减资增资的这个理由 那减资增资 是民间的事啊 是民间民股的事嘛 你弄不好你破产是你家的事嘛 这个跟政府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我们要拿 这一个所谓40年的 特许的经营权 就有将近超过 4000亿的这个钱 来补贴你原来原始股东 减资增资的一个 这一个整个财务的一个规划呢 那是你家的事情嘛 所以我们认为说 站在全民那个角度 事实上第一个 这个不会破产 根本没有这些问题嘛 那第二个 你假如给他特许经营权 也不是说不能谈 但是你要要求说 他整个营运的改革 到底你怎么改革嘛 那你营运的改革 所获得的这个利益 跟你特许的利益 你不一定要付上特许40年 所以你这些到底 你的财务就去改变 你要怎么全民来共享嘛 对 为什么要付上 要特许40年 这究竟在玩什么 没有 应该是下个政府 要做的OT的事 好吧 先都卖光了 他提早十几年先做 我要先把它做了 那他为什么要急着 做这个事情 刚才其迈讲的东西 社论反对交通部高铁采改办 各位他讲的 其实跟其迈讲的一模一样 各位这不是自由时报 这叫中时电子报 我意思是说 这个案子真的是蓝绿而已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 不是蓝绿的问题 我觉得很多范南立委 你如果把这数字摊出来看 他真的觉得说 现在急着要做这个事吗 我只有一个立场 我觉得这个事情 交给下一届政府去做 现在政府做这个事 要是讲说是笨 不是啊 他是坏 他现在要及早把这个利益 应该是十几年后决定的事情 他现在他自己要做决定 你真的欠人家什么人情 有多少东西 你如果不做这个决定 我真的很担心 特征组的那个电子约大亨 他会不会讲出来 原因很简单 你答应他的高铁的这些利益 能不能做得到 我觉得这才是可怕的 这个政府会被绑架了 特征组做这些事情 只是加速这个被绑架的过程 小燕你知道吗 他说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 谁反对 谁赞成 历史会留下见证 我觉得这句话 燕宽石应该要记得 以后很多东西弄出来 谁反对 谁赞成 到底后面有什么利益 BOT案为什么叫BOT 他简单的案 Building嘛 你先Building 然后Operate Transfer 你看国外的BOT案怎么BOT BOT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精神 各位一定要记住 政府不出钱 因为他的工程太庞大了 我政府不出钱 这是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 全世界BOT案一定是如此 这是全球现在宣称最大的BOT吗 这个BOT案根本是个骗局 88年的5月5号 政党快要轮替了 5月5号 他跟20几家银行连带了2800亿 最精彩的地方在什么时候出现 各位你看 89年的3月政党轮替了 89年的2月2号 各位记得这个日子 他当时交通部长叫林峰镇 请大家永远不要忘记这个人 这是第一趟的时间 他创下了BOT 有史以来根本不可思议的记录 叫三番年代 叶匡时当时再要确定 内阁要改组了 他要回家了 他就说让他破产 重新 把这些原始股东回家睡觉 重新公开招标 等到 他回来之后 他又变得减资再增资 我告诉各位 这些原始股东 根本就应该回去了 他们钱都收够了 你应该重新用公开透明的方式 这个案子已经不叫BOT了 你不能再用BOT的精神 来看这个案子 因为政府就有3000多人 公开透明 是啊 所以你检测后成功 要全力扫地寻 那到底在玩什么 师兄 你现在转移了焦点 焦点不是在原始股东问题 是你政府的角色在哪 谁要进来 你为什么要改变游戏规则 你为什么 不是 你把原始股东都骂死没用 反正原始股东就存在 你变消息 现在最重要的是说 你政府的角色 为什么要延长到40年 这个游戏规则一打破 原来的BOT就不存在了 所以你认其内幕 是有新的股东要进来 新的股东跟马争口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 是不是借由跟原始股东已经谈好 或者是在全民市股的时候 再去收购大部分的股票 来跟关股营那种配合 来赢得这个精英权 这问题是出在这里 那什么样的财团可以接下去 很多的授权公司 现在市场都有一些团队 而且跟马争口的关系也非常好 我们八大银行团就是最好的股东 我们要全面接收 你只要破产 反正我们那个钱都是由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先回到政府的手里 对 再来招标这40年 就可以打破这个东西 所以 就让他倒闭吧 现在回到政府手里 那最后就是下一任的政府 在决定这个事情 我觉得对马政府而已 他不能接受了 他一定要在他任内决定这个事 为什么学长实在玩什么 为什么他在救命 政党轮替他就没办法去分配 什么的利益 他当时答应人家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我 是谁